都是你無用心 讓我今天也沒辦法得到 應該得到 那個福利 所以 很多年來 我們經過那年久 我們都是在 政治的煉獄中 我們說政治的煉獄中 知道的人去唱 一個沒有國籍 Q本首是誰在Q 那是六鵝 那是你們阿公阿嬤 我們台灣人耶 對不對 所以我是想要唱那個什麼 唱跟阿堪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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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 那是我們台灣人 所以必須中說 我們一定要用心 努力 打拼 為了這場 政革 來改變 改變 所有台灣的問題 讓我們 起來之後 所有台灣人說 好家債有利 好家債 你怎麼知道 我們手抓拳好不好 向我們旁邊說 好家債有利 來 好家債有利 唉呀 你日日日日日日 要做政府這樣做的 後來要回來了 走手 走到外面 向你旁邊說 好家債有利 好家債有利 我 如果說沒利 我不會出貨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少年 你有夢 我告訴你 連工執政都也是少年 但是我可以要求 少年 我們執政 你在執政 我們這個老人年輕 不要給我砍掉 我告訴你 執政之後 少年就要 你們這個老的都不好 拜託 老人年輕 要照顧 民政府是這樣 軍政時期 絕對是怎樣 會照顧 所以我們的宗旨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我們的宗旨 宗旨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為百姓設想 為百姓設想是怎樣 是公譜耶 做肝 你知道嗎 做肝 什麼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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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都這樣 對不對 公譜不是的 我們要 溫柔 謙卑 為民服務 對不對 這個叫公譜耶 所以我們要犧牲 要奉獻 我們沒有這種的宿客 我們就沒辦法 今天 我們蔡醫生老師來到這裡 用我們的眾生鼓勵 歡迎我們的蔡老師 非常有名的記者 今天 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這裡漂亮 美麗的記者 我們跟我們說 教我們什麼 我們還有一支 感謝各位 好不好 哇 各位認真學習的好朋友 大家中午好 好 這個太感動了 我太久沒有 我大概三年前吧 三年前來上過一次 來上過第一半的口 結果呢 我發現 現在四隔三年 哇 這個又完全不一樣 蠻讓我嚇一跳的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可不可以教我一下這個 往下怎麼按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齁 不見了 我先自我介紹 跟大家先熟悉一下 ok ok 所以下 下 ok好下 就是要讓大家認識一下 我叫蔡玉珍 然後呢 大家可能在電視 現在比較接看 應該是五四新觀點吧 我四新觀點 對對 有印象嗎 然後之前 有齁 謝謝 常常看到我 嘿 如果說錯的時候 待會兒可以 提告一下 就是說如果 因為你知道 在電視上講 有時候還 我們都要負點責任 因為還要怕被告 對不對 但是齁 最近 五三是要做名嘴 因為 你知道台灣最近齁 包括名嘴很多人都說 啊 形象不太好 我先開場 跟大家講一個笑話 我有個好朋友 就是黃月衰 黃老師的弟弟 他叫黃月紅 他說齁 我要說這個笑話 齁 一定要說這是他的版本 齁 就是因為 我已經台灣大學畢業 然後呢 呃 這個後來 在鄭大念EMBA 然後我做過 就是從智力早報記者 財訓月刊 那財訓最近四十週年 很多大老闆 最近都去我們那邊祝賀 然後發現說 唉 我們其實從財訓訓練出來的齁 財訓這個地方齁 其實 訓練記者 訓練得很辛苦 我說我半天一點齁 要去找到這個 對一個人去 引營的人去買歷道的土地 綠島 我可以在半夜一點 找到那個當事人 這個真的是 大概記者裡面 可以 去找找到齁 沒找到不行 沒找到 所有的 全本 都不能送到他們 那所以呢 那時候其實我們很認真的 在追跑新聞 然後後來在2004年的時候 因為陳友豪在美國在開記者會 說 阿餅拿多少 什麼政治獻金啊 我一天就 搞定的節目 結果呢 我們老闆說 你好上節目 要許可 要配準 我說 你也比較好 就是做記者就需要有自己的專業 有自己的空間對不對 所以說 叫我要批准 所以我就2004年請辭之後 出來當自由業到處亂跑 那我要講說 跑到最近不太想當名嘴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黃月鴻說 因為我以前做記者嘛 大家說記者 記者參那個華西街的那個 有什麼不一樣 說這個什麼 搞廢從優對不對 原地公開嘛 大家都聽過對不對 但是現在 大家說 名嘴也是一樣的 因為呢 他說有六大共同點 我先講給大家聽 第一個共同點呢 都是用器官賺錢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這樣子 這個真的是有點貶低名嘴的地位 但是呢 確實喔 現在台灣的名嘴那個 那個地位就是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器官張開就有錢 第三呢 都傳播病毒 有沒有 都有病毒嘛 然後第四呢 就是要 第四呢 就是要喊得越大聲 然後演得越像 像那個 那個中天不是還有人 看著電視螢幕會要發情嗎 有沒有 那個我就不太會 所以呢 要演得越像 講得越大聲 然後呢 這個客人就越高興 那第五個呢 第五個共同點的是 除非你有經紀人 因為那個行業 不是都有經紀人嗎 除非你有經紀人 否則價錢公道 都是三千到五千 對不對 第六呢 第六就是都在扯蛋 所以我最近稍微有點調整一下 就說 那希望我自己把過去的經驗 然後呢 累積的一些這個想法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我其實我的專業是 因為做記者 做新聞 沒有很多事情 然後呢 也把很多公司都寫倒了 所以呢 我今天利用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講說 如果我要去監督一個政府 我要去監督一個公司 我要去追一個人 我到底該怎麼去追蹤他 因為很多 最近大家 我有接幾間公司的顧問 那最主要是因為 很多大老闆呢 他先就是 不是說他明天要見誰 他要見林志森 那就說 那你幫我把這個人查一查 這已經調查給我 這叫做AB黨 叫做AB黨 那可是呢 我覺得說做記者 或是做任何行業的工作 甚至呢 你要做立委 你要做助理 你要做這個研究 你都可能都必須要把這些東西弄會 那我覺得要監督一個政府 讓他清廉 要監督一個機構 讓他做事情按部就班 不出事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呢 現在所有的資訊都很公開 對不對 什麼東西 電腦也不只可以搶頭刀 電腦也能辦案 電腦也能做很多事情 所以呢 我其實是要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的來查這些東西 那大家現在 大家現在在這裡 我覺得 有一種共同的目標就是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 而且我們要做的事情也很大 比如說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2008年齁 我光搞一個李慶安的雙重國籍啊 陳迷布很久的耶 陳迷布到齁 他都不信任 歐盤到齁 說啊 反正你們也拿我無可奈何 那當然 因為當年在3月15號就是 2008年投票前一個禮拜的一周刊 那個是 我跟一周刊合作 合作之後呢 合作 要找這個所謂的雙重國籍 那時候 男族 就是要找的對象 其實不是李慶安 李慶安算什麼咖啊 對不對 我們要找的人是誰 馬英九 沒錯 哈哈哈哈 沒錯 我們那時候呢 花了很大的功夫 要找到馬英九的綠卡 到底怎麼回事 結果呢 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包括 我想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紐約 有一群跟這個 美國智庫很好的朋友 那他們呢 也回來 也跟李前總統 也去溝通 包括義美的高董 還有這個 我記得好像還包括 李遠哲博士吧 就很多人要去想辦法說 怎麼樣去突破 結果齁 花很多錢 不要拿到老人的資料 拿到六個人的綠卡號碼 就是包括李慶安 包括宜蘭的那個呂國華 包括賴四寶 包括 好龍斌 總共六個人 結果呢 這六個人 我們後來追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沒辦法 發現說賴四寶說他宣誓放棄了 他是有公開宣誓的 也就是照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A A什麼 就是 填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申請表嘛 A 什麼104還是什麼 一個表格 那個賴四寶說 他有去填 填了之後呢 有宣誓 那李慶安呢 他根本就不甩你 他根本就不甩你 後來呢 我們就從那一期的一周刊開始 一直燈一直燈一直燈 登到後來你知道 怎麼back home的 就這個女人太貪心了 因為呢 我們把資料調好了之後 然後就 確認說他是 有雙重國籍的 可是呢 他 他就不承認之後呢 那時候我們不是在領消費券嗎 結果 這戶 這戶不減少耶 去美國領了退稅 他去美國領了退稅之後呢 結果美國政府才回覆台北地方法院說 是的 他的security number是多少 所以呢 他來領了退稅 所以是由美國政府寫信給 回覆給台北地方法院 確認說 這戶不減少耶 因為 不只是在台灣做 這雙重國籍 領了個薪水 又去美國領退稅 所以才會讓李慶安的雙重國籍 完全的水落石出 好 那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做記者啦 甚至說做一個 我覺得在我的生涯裡面 就是說有幾次像這樣子的一個追蹤啊 然後 然後改變很多的事情 就很像我 我有一次跟我媽去那個全聯社喔 現在不是大家都講那個全聯先生 然後買東西很便宜嗎 那大家知道 因為以前那個東西 那個地方叫做軍公教福利中心對不對 那 其實調查局原來在辦這個軍公教福利中心的上架費的弊案的時候 然後全部通通都被壓下來 都壓下去 沒辦法 那後來呢 我自己調查局跑了很熟 就有一個長 有一個大哥 他很有心 他說 這個案子我們怎麼辦 都被壓下來 所以呢 他就跟我商量 他跟我商量之後呢 就是他們要去跟監 要去跟監 要去跟監那個全聯社的總經理 姓 像什麼 什麼羅戰 羅戰星 就一個全聯社的總經理 他呢 跟跟跟跟跟 跟到發現說 他每天都會在下班後去內政部接一個科長 叫李玉梅 結果後來追了之後呢 他們先去泡溫泉 然後再回去豪宅 那就全部都有資料了 就是我跟他要了地址 給他拿地址 拿地址 拿地址要做什麼 因為我要調所有權狀 結果我就調了那個 他們一起買的 那一間房子的所有權狀之後呢 再用那一間追出四間 就是這間 你的前一間又定期 大家有看過那個土地所有權狀嗎 就是說 我追了一間 然後呢 那一間我登記的地址 我再去延伸 延伸成追出 這個女的有四間房子 然後我再拿去大華不動產見價 發現說 這個女的很可怕 在內政部當科長 可是呢 四間房子加起來大概將近兩億 在民國八十 八十六年還是八幾年的時候 那後來呢 我寫完了 就是寫說 豪宅歸你貸款歸我 那個全年設的幣案 那是我在財訊月刊寫的 然後結果後來包括張啟仲 台東的張啟仲家族 就整個被約談 然後呢 後來這個 後來下令說全年設改掉 改掉之後呢 就改成現在的全年股份有限公司 然後林敏雄再去買它 那 其實要 那結果呢 這 我記得當時全年設總共 就台灣有六十五個點 然後全台灣 一年大概有三百億的交易 三百億的那個營業額 那你想想看喔 你如果五趴就好了對不對 五趴 三百億 你一年也只要有十五億的營業稅 光營業稅喔 其他營業所得稅或其他都不算 只有一個全年設 本來是我們淨戶一年要朝七百千萬補助 就是我們納稅的人的錢 補助他然後呢 又不用繳稅 然後張家 張啟仲的家族老大老二 全部都養了好幾個小老婆 都養過來 因為喔 一個護照 日用品的啦 五人粉洗三粉 那個衛星座啦 那個生活用品的一間公司找他 另外一間呢 食品生鮮的 找另外一個 你知道那時候去電話局看說 哇 怎麼那些都看起來很年輕的辣妹 可是呢 他就是在幫忙 就是在 他們養在外面 然後呢 身兼財務 身兼收上價費的小三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很受不了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跟我媽說 你看媽 現在至少全年設 你進去之後有發票了對不對 這也算是我對台灣的一點小小貢獻 就類似像這樣子的案子 其實我處理的蠻多的齁 那我所以我想先跟大家有一個開始就說 好 你如果各位你要去做記者 你要去對一些東西 比如說OK 這是我上次再舉一個例子啦 比如說OK 吳玉森大家都想到維格對不對 好 那他被查到 他被查到那個去維格之後 有很多電視台記者說 依晨姐 他家住哪裡啊 他家住哪裡啊 這是第一個他們大家一定會想到的 因為要去賭他嘛 然後要去賭他老婆嘛 好 那大家要去賭劉娟娟 怎麼賭 他家門口怎麼找 因為你要當記者 你一定要想到說 這個東西你一定要學 然後再來呢 再來 所有的這些 我剛列的這些人 這些人都名人 這些人都名人 包括吳宗憲 這些人都名人 可是呢 如果我是報社的總編 我是社長 然後我交代一個記者說 你就負責去幫我把這事情追出來 你負責幫我把吳宗憲 跟所有這些公司的事情追出來 那大家有沒有辦法在最短一個禮拜 或是三天之內把這些東西追完 因為我們常會聽到很多消息嘛 聽到很多人說 哎呀你看 朱立倫 他們岳父 高玉仁 他有一個公司在台通 從台北市 新北市 東方 台中 高雄 接五百萬的行李 如果你聽到這樣一個消息 你怎麼去把它追蹤 然後確認說 對 台通 台通這家所謂的4G的光通訊這家公司 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生意 那我現在就要利用兩個鐘頭的時間 跟大家講說 這些事情要怎麼完成它 怎麼做 因為 因為這都是我以前的這個實際的經驗 就是我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然後呢 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種東西呢 電腦都可以查 所以你看大家 現在資訊 大家不是講說這個叫做什麼 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 可是我人肉搜索 我呢 我也要找到對的啊 我不能亂槍打 打下去之後 那個人叫張淑娟 哇 全台灣既就有五百的到一千的 以上的張淑娟怎麼辦 好 所以呢 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你要怎麼去解決它 我記得當時我在荊州刊吧 我還寫說 我們225的立法委員 裡面有多少人退票 多少人退票 退了哪些銀行的票 然後金額多少 那個也是我的傑作 就說你要把這些東西弄到 當事人看了會很痛 可是呢 他又不能打你 這個其實是要有點功夫 要有點難度的 好 所以呢 我先跟大家講幾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經濟部商業司 這個資料是公開的 以前呢 他都不會給你看說 這間公司 比如說 這個衛權 股份有限公司 他都不會跟你說 他的檔淑娟是什麼 現在全部通通都會公開 所以呢 這個經濟部的這個登記裡頭 我們還可以看出來說 他呢 是不是用人頭 他的董監事有誰 然後呢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一個董監事的結構 以前 我記得最早的時候還不能公開喔 我看到有一個公司叫嘉聯營造 那一家營造呢 他可以 他可以在銀行欠了三四十億的呆帳 而且 那個做工程的那個人叫陳帝國 帝國啊 帝國啊 帝國啊把蘇銀子湯 他就拿 兩千萬 蘇銀子湯收掉 結果我們就對這家公司就很有興趣 結果 當時是不能上網調的 那時候還沒有公開 上網 結果不能 我們就去申請 我們用關係人去經濟部申請 赫然發現說 那裡頭的董事長 跟董事 尤其是裡頭有個董事叫做什麼什麼貴美的 是 歐靖德辦公室的主任 然後呢 董事長是他姐夫 那就那一家公司其實就是歐靖德在掌管的公司 就我們常常在查案子查到說 哦 賓果抓到了 你說什麼 就說你要有這樣的一個 追一個東西要追到說 我掌握的東西 包括人證物證都是對的 齁 那除了經濟部之外 齁 這個地證資料 大家知道嗎 包括我們現在要查 我如果要查 這個我們現在的 這個所謂的 這條路叫什麼路啊 圓林坑路 對不對 我如果要查這個 我們這些建築 他登記在誰名下 然後呢 他 銀行借款多少錢 然後比如說 我們要查地保 地保呢 有多少住戶 然後這些人呢 他們跟銀行貸款多少錢 都可以從這個地方叫做地震資訊網 全台灣 有一個地方都可以查 這個大家知道嗎 以前有沒有人查過 有沒有人查過 可不可以問一下 就是說很多人在想說 為什麼我們做記者知道這麼多 像我在電視上講說 有一個女的 連她女兒是誰生的都不知道 叫李珍妮 李珍妮我在電視上說 彭淮男彭總裁 你要注意 怎麼會有一個女人 怎麼會有人拿地保 去帶四胎 這太離譜了 然後結果呢 他說他要告我 因為我洩漏他的個資 說沒有 因為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不當的放款 我們是要去監督的 我做一個媒體 我要去監督她 李珍妮跟我說 上節目跟我說 她財經多好 她要主持財經節目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個女人 一胎二胎三胎四胎 把地保的增值 全部都帶出來花光了 那這個怎麼找 就是上這裡 地震資訊網 就可以找得到了 半分鐘 不到一分鐘 所有的真相 全部都知道 還有一個東西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為什麼那天我們講說 朱歌賓啦 鄭文賓 帝國賓啦 帝國賓啦 帝國賓啦說 通事通氣時效過了對不對 說自由了 那我那時候會在講說 帝國賓很厲害 為什麼 我們的王金平王院長 當年會跳票 阿布家 帝國賓三一胎 就是這個人 就是朱歌賓 那為什麼 我當年 其實我很確定的知道 王院長 有退票 然後呢 退票的時間是民國 86年 68年的什麼什麼時間 就是我上那個 中華真信所 民國 從民國55年到現在 所有 你只要退過票的紀錄 全部都在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好 那再來呢 比如說我剛講的 台通 或是我曾經報導過說 我們的唐妃唐院長 在卸任之後 去一家公司 這間公司咧 唐妃都沒去 他都在做門神 做領甘心 然後他專門做什麼事 專門接國防部的生意 所以 你要把這些東西弄出來 然後你要寫的對象是唐妃 那寫錯了之後 會被告 所以 這是很可 很 應該是說 有點難度對不對 所以 大家 看我這樣子 一路打下來 是不是應該給我一點掌聲 我真的 真的是 說我是冒著生命 在處理這些新聞 那 我現在先告訴大家 這個 這些就是 有20個 就是說 除了我剛講的那幾個之外 Google經濟部商業師 財稅資料 這兩天有一個大哥 告訴我 畢生 我叫一個女婦給他欠兩百幾萬 他現在很穿 然後呢 我去找他要錢 他說 叫竹臉的兄弟照他 我說 佳大哥 很簡單嘛 你就拿他的機票 就是那種玩具本票有沒有 然後呢 你去法院申請一個叫支付命令 那你申請了支付命令 說 比如說我舉林志森為例 林志森開了一張本票給我 結果他跳票了 沒錢 然後呢 我怎麼做 我到法院去 申請林志森應該支付給我的一個支付命令 然後拿這個支付命令去哪裡 去財稅資料中心 花五百塊 調出林志森所有的財產 他如果有財產呢 我就給他加扣押 所以為什麼 周遇寇會被連戰加扣押 為什麼 郭台銘可以對很多記者加扣押 花五百塊而已嘛 沒多厲害嘛 請公司裡面的法務做就好了 那我們也可以做 不是只有郭台銘 不是只有連戰 是各位 你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花五百塊去財稅資料中心 調查你欠你錢的那個人 但是要拿法院的支付命令 不是說我去查他就會給我 像我沒有任何債權 可是我想查你 那沒有用 你要有法院的支付命令 支付命令就是說 確認你跟我有債權 那就可以去財稅資料中心 花五百塊去申請 你名下有多少報稅 報稅大家都報過了嘛 就是那個自然人憑證上面的財產 包括你有多少帳戶 你看那個溫森溫大哥 多可憐啊 那現在他的貨頭裡面只要有錢 連戰都會給他拿去 就是為了那個儒家的洗錢 然後周一庫不是被假扣押房子嗎 那周一庫為了要塗銷他的這個 房子的假扣押 就去把那個錢付了 可是呢 溫森想說 啊我的一塊溜溜 你有拿我有什麼辦法 好 然後去領上節目領通告費 拿的是現金 你也沒辦法 我隨便簽另外一個人 我簽一個王小莉 簽誰 你也沒辦法 所以呢 溫森現在是用這種方式在 在閃躲連戰 你看那個家子 兒子說他要出來當台北市長 好 那接下來呢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 像司法院的判決 我常舉一個例子 我說齁 這個人好人壞人齁 你在幻影走過 你走過是什麼事情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像我那時候在講說 有一個人叫鄧香妹有沒有 然後出來說 呃 孤政府孤老 跟他什麼生了一個女兒 那 這個 我第一時間就在新聞哇哇哇 跟鄭侯宇跟余美人講說 這個女人很壞 拿孤老的錢去 星期五餐廳玩牛郎 這個女人很壞 所以呢 你們不要宣揚他 然後好像一副說 呃 孤家欠他 孤家還要開關驗屍 那結果那個 那個洪怡學長說齁 啊不然這樣說怎麼有收視率 可是呢 我怎麼樣的在第一時間知道說 這個女人的司法判決裡頭的檔案 就是齁 歡迎搬出來的東西 下的東西齁 就壞人啊 就 不怎麼 就是做很多壞事啊 齁 那這東西怎麼找 那另外就是我剛剛講的 唐飛的公司 或是我剛剛講朱立倫他岳父的公司 怎麼樣的接政府工程 這個在政府電子採購網 然後呢 還有一些 呃 像我剛剛講的一堆立委 財產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最近不是有很多的公布說 誰是產狗啊 誰是獻金大王啊 然後呢 像什麼法務部長羅英學 他們家在 呃 大陸深圳有買房嗎 那這個都是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那另外呢 很多很多很多 包括了中時聯合財訊 甚至包括所有的報紙 報紙 報紙 像我那時候怎麼會敢說 螞蟻男 你就是當人家槍手 你就是替人家考試嘛 為什麼 報紙都有些啊 起手的時候 這會起手都有些啊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呢 這東西通通都散不掉的 呃 像聯合報 聯合知識庫 還是從民國五十年 所以馬以南當那個 槍手的時候 應該是民國六十幾年吧 這資料都在 都在 都抹不掉的 你想要塗銷 你當你老弟當總統 你想要塗銷都不可能 所以呢 呃 我是 還有這些 包括 一些跟股市跟房地產有關的 好 那通通都在這邊 所以呢 我今天其實就是要跟大家舉幾個例子 來說 我們要監督一個公司 監督一個政府 監督一個人 我們可以用哪些東西 其實就很像 以前我喜歡看那個 那個叫 就是我 我舉那個說 怎麼樣叫當偵探 不是 那個誰啊 呃 就是有一部 有一部那個 騙子 然後他上頭不會說 不是說火記 然後 他要開車要去哪裡 然後就坐在那邊 就找資料 馬蓋仙 馬蓋仙 對對對 然後呢 那就 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說 你可以幫我把他犯過什麼罪 然後呢 幹過什麼壞事 全部通通都印出來 我現在專門就幹這種事 而且很有趣 好 好 那所以呢 怎麼 就是說 這是有一些 這個 我慢慢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然後再 再 退回來 這是我個人的 一些 我先 因為我想說要讓大家認識一下 然後呢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的所謂的這個 生涯規劃 我記得我每 我跟大家講一個習慣 我每年的除夕都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列舞2013年我整年要做什麼 2014年我整年要做什麼 2015年我整年要做什麼 然後呢 我會去check 我會去 去大波 回過頭去說 啊 我今年賺了一千萬嗎 我高期賺多少 我家有買有賺嗎 然後呢 我有沒有做健康檢查 然後呢 我現在博士論文 今年要把它寫完 去年的計畫沒寫完 這裡頭大概就只有一個 博士論我沒寫完 其他的呢 我該完成的 該做的 我大概都有完成 這樣子 就是因為人生苦短嘛 對不對 那一年365天 像我今天跟大家相處 我不可能說 哎呀我每天都來啊 因為你該做的事情 有蠻多的嘛 所以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的工作計畫裡面就是 我每年大概都會列 例如說我要去哪些地方玩 然後我要做什麼事 然後我覺得不會像 我覺得不會像 我覺得不會像 某些人齁 每天都當上班族 然後呢 窩在裡頭 連放個假都沒機會 沒時間 像去年我剛好在那個 就是那個快樂電台 剛好主持了十個月的 早上的節目 就是早上七點 有聽過喔 謝謝 剛好耶 就在去 就這樣子一年喔 所以那也是 那也是那個當時呢 就是有點好像跟 跟所有的什麼 跟上帝禱告 然後跟阿彌陀佛 然後跟所有觀世音菩薩 所有的人說 我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要完成它 而且我要做到它 像去年 去年我剛好也在 新莊賣掉一間房子 那賣掉那個房子呢 剛好可以賺進 就是20萬買的 然後賣39萬多 將近40萬 花了五年多 六年的時間 就是說它也在我的規劃內 然後呢 我在買房子 我後來就是在 把新莊的房子賣了之後 然後呢再去換一個台北市 我後來是換台北市 那就是說 這些都是 都是我覺得可以做 而且該做的計畫 那我希望大家也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那該做什麼事 就把它完成 然後另外呢 就是一些投資理財的一些工具 跟想法 好可是呢 我現在要開始 我現在要開始進到重點了 重點就是 來我剛講像唐飛 像唐飛接了行政院長之後 我聽說他去接國防部的生意 然後呢 這家公司叫易康 他接了很多國防部的案子 然後呢 他坐領甘身 坐領甘辛 他是去當門神 還是怎麼樣 那我要在最短時間內喔 我跟大家講 追唐飛這個案子 兩個小時 兩小時就處理好了 這兩小時要做什麼事情 這兩個鐘頭就是 我要把這些東西都查清楚啊 對不對 好所以第一個步驟 我一定要到經濟部商業師去查這家公司 叫易康 然後呢 這個是易康股份有限公司 之後呢 我要看看說 他當事長名叫楊建剛 公司在敦化南路 然後呢 做的是什麼資訊網路 因為當時他要去標那個高雄的那個博 博弈 就是彩券 那所以呢 就請了唐飛去 那結果呢 你看 有沒有就是這邊 名字 唐飛 有了 好 起碼名字有了嘛 那但是呢 在台灣叫唐飛的人 搞不好好幾個啊 所以我就要想辦法 所以呢 接下來做什麼事 用104問一下易康的電話 電話 電話打過去問說 請問一下 唐飛 唐董在嗎 就是我們的前行政院長 國防部長唐飛 請問他在嗎 那時候我同時按錄音 因為一定要錄音 然後呢 他就說 他沒有來耶 然後 結果我說 他從來不來嗎 然後他說 他很少進來啦 那 反正所有的 所有的跟你對話 都成為陳唐正貢 因為我一定要把它寫出來 OK 好 就是我要再用電話確定說 這家公司的這個唐飛 是不是就是我要找了唐飛 好接下來我要 我說 他做了很多國防部 做了很多政府工程對不對 那我要列出來啊 我也要列說 他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對不對 好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呢 就是從電子政府採購網 就說 有一些公司 你的公司 如果在電子政府採購網出過的事情 人家就跟你點名做記號 所以你也想說 沒關係 我做過沒人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結果呢 你看易康這家公司 中研院 國防部 好多個工程 他都接了 那這裡呢 我就給他列一個總表 就說 OK 從唐飛卸任之後 然後呢 他在 他在 所有的政府工程裡頭 易康這家公司 他的這個標案有多少 像這個 這個是1215萬的一個標案 然後呢 這個金額不大 大概六十幾萬 可是呢 你就做一個總表出來 你就發現說 呃 他呢 他呢 整個案子接的還蠻多的 所以呢 兩個鐘頭 該查的都查了之後 就開始坐下來寫文章 寫這篇文章 用蔡玉貞的名字 這個是2002年 就是他剛剛卸任 他2000年 2000年阿扁讓他做137天下來之後 他就去接這家公司 那後來呢 我就寫一個說 唐飛無官一身輕 做起國防部的生意 易康公司生意不小 董事長來頭更大 那 就是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 弄出來之後呢 他有一個乾女兒叫黃寶慧 從12年前就說要告我 告到現在 我還在等他 應該遵守時效早就過了 他都還沒來告 就是 因為這是真的 那 唐飛呢 他也不敢否認 他有幹過這個事 就是 都做過了 他也不敢說 沒有 你幫我玩王 你幫我玩王 因為呢 我如果我願望他的話 我也覺得對我來說 有點良心苛責嘛 畢竟他有 他一定的社會地位 好 那除了唐飛之外 扣法部 不敢走出來做人 不只他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再舉幾個人的例子 給大家看 就比如說 這些都是跟股市有關的 所以如果說有人打電話說 欸 那個王先生 我們有一個檔股票不錯 然後你要不要投資 那你一定要想 好坑也不知道 就輪到我們 所以呢 你要了解說 為什麼 了解說 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 到底他在幹什麼 然後呢 為什麼他要做這些宣傳 那我先列一個 也是我踢爆 但是呢 全台灣的媒體幾乎都被他騙了 然後呢 只有我一看 就覺得他是騙子 而且呢 我覺得那個騙子呢 我一定要追到他怎麼騙人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功夫去 揭發這個騙子 因為他 他在商周出了一本書 叫做18歲賺1億 結果呢 那個何飛鵬喔 他很天才 他竟然相信說 這個公司 說他18歲去加拿大 看著加拿大 拿那個手機 行動電話 他覺得說 哇在加拿大 怎麼這麼的 這麼的先進 所以呢 他就把這個手機買了之後呢 下了飛機請密書 去電信局 申請了之後 就通了 結果呢 他就立刻賣掉1萬支 18歲賺到人生 第一個1億 跟你講 你會不會相信 說半個 我也不相信 對不對 那個何飛鵬相信啦 而且還幫他出了一本書 好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說 他一定有問題 什麼沈春華 鄭鴻怡 每個人都專訪過他 那我看了就很不順眼 後來呢 他還去一個媒體叫商業時代 商業時代呢 商業時代那個彭信朱 商業時代那個彭信朱呢 還讓他當董事還董事長 然後呢 等於是在幫他做宣傳 那結果呢 結果這個18歲賺1億的這個人 就是發行人彭信朱 他呢 他想說這個人有錢啦 他就買一個報紙 來自己做酸團 那要踢爆他其實 其實也是因緣際會 有一天我在寫那個 叫做落難大亨 就是我們上市公司很多董事長 都出事情了 都躲起來 那有一天呢 我要去找一個東龍五金的董事長 叫范芳奎 那范芳奎那時候不是被打之後 然後黑道竹簾的大哥保護他嗎 那剛好那個竹簾的唐主叫姚威 我認識 我這個人蠻怪的 因為我從9歲就跟黑道大哥在一起 所以那個唐主那個竹簾幫的中堂 唐主姚威 我就跟他說 雅拉克 你幫我約一下那個范芳奎 然後不然的話 你幫我 就是我想採訪他啦 就其實很簡單 我就想找范芳奎啦 那出事情之後要找他其實也不容易啦 可是呢 你只要找到對的人都可以處理啊 那結果范芳奎呢 就幫我約了那個 那個姚威就幫我約了那個范芳奎 然後呢 我在等他 我在等他的時候 電視剛好有一個廣告 拍點滴礦泉水 然後就是那個家伙就自己坐上去做廣告這樣子 結果那個姚威就說齁 現在台灣最不會建設的就是這個 這個齁以前關群的時候我在管的 他就這樣子 就講說這個以前在關群的時候 在我下腳我在管的 結果現在呢 全台灣這樣子騙死一堆人 那當然 要碰到這樣的人跟你講這個話齁 我覺得有點 怎麼講 不知道是上上千還是老天爺保佑 那反正呢 我就必須要把姚威的話去追蹤對不對 好 那要追他很簡單 像這種有犯罪的人 你一定要像我跑司法嘛 我一定要去找一個檢察官說 這個人在犯罪 你幫我調一下他的口卡 你幫我調一下他的刑案紀錄 然後呢 裂案之後呢 我相信有一天你們會逮到他 這不是我去用騙的 我是去用說服的 說服檢察官幫我把他的口卡調出來 結果一調出來發現 十三歲開始偽造文書 長葉詐欺 十三歲喔 很厲害 還有在台東 還有什麼 用BB庫用什麼 很厲害 然後呢 那個口卡一調出來 哇那簡直就是昏倒 所以呢 所以幾乎口卡調出來之後 不動聲色啦 但是齁 對著這種人你也不可以這樣 喂 這個魏董我們要去找你 然後呢 然後 訪問他 這樣也不行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討論說 那怎麼去讓他 有他的講法 可是呢 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都心裡有數 其實我在跑新聞一直都這樣子 像大家都印象深刻 那個新瑞都不是有一個人叫蘇慧珍嗎 那蘇慧珍喔 有一天 我打電話給他啦 但是呢 我打電話要採訪他之前呢 我就已經把所有的公司資料 所有的東西都 都查好了 然後他就 講說 他說他跟余晨月英的合作 然後呢 這個 陣容多堅強 那當時呢 劉太英看好他這塊土地 所以要怎麼做怎麼做 後來呢 我就只問他一句話 阿董耶 阿你公司怎麼會 沒有用你的名字 因為我已經查好了 他的 他的退票紀錄 他的不良紀錄一大堆 然後結果他就乖乖的跟我說 因為我當時在買土地的時候 那我的名字早就已經退票了 乖得很 都不敢給笑 所以 我要跟大家講說 那當然這個 這個魏文傑啦 他 我們當時要追蹤他 當時要掀開他所有的這些 不法的事情 其實也還蠻堅輕的 就是 你調完口卡 然後把所有他犯罪的司法檔案 調出來就差不多了 你只要他本人的說法 還有 加上去他公司 看那些無資可愛的小朋友 怎麼去幫他賣股票 一個賣百二塊 賣阿姨啦 賣阿姨啦 賣阿姊阿伯啦 都在台中 在台中 那專門都找一些社會新鮮人 剛畢業之後去這個公司 然後幫他賣這個叫 全格數位科技的股票 一股一百二十塊 他跟他們講說 這個很快就會跟華碩一樣五百塊了 好 那就這樣子 就 就 就這樣子把 這個片子 給揭發了 可是我寫完了之後 商周還是不肯把這本書 下架 然後 拖了很久 拖到他後來 又犯了AMD 犯了很多案子 然後又改了名字叫魏耀生 就是騙子走到哪都還是騙子 他改了名字他一樣繼續騙 所以 後來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包括AMD 還有很多的 很多這個 連續又犯了三四個案子 因為台灣的社會對這種人 都很客氣 就是說 還要給他無罪推論 可是呢 他走出來 改天你們可能還是會碰到他 他可能又換了另外一個名字 我相信 OK 那除了他這個魏文傑之外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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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李遠哲 把什麼 朱金武 把什麼大人物通通都搬出來的一個公司 叫超導國際科技 我那時候追這個超導國際科技 看到說再造一個李遠哲 再創一個朱金武的時候 那時候 看了之後覺得 哇 這家公司搞超導的耶 然後呢 好像未來的一個明星產業 就很像現在有很多人在講說 生物科技 幹細胞 什麼 大家如果有人 有人推薦你說 現在有什麼什麼 在優化幹細胞或什麼 目前啦 有好幾家新貴公司 都是騙人的 好 那這家公司呢 他成立一年四個月 就大肆宣傳 股價來到90塊 90塊 是先探週刊 財訊當時的先探週刊寫的 然後呢 我會查這些公司是因為有一天 我哥哥 我哥哥跟我說 妹啊 這間公司說得這麼好 結果我哥跟我講 他說這個公司 真的這麼好嗎 那我這個人向來好奇 你們這樣寫 那我就要去看一看 我就追追看說 到底你公司為什麼那麼好 所以呢 就去追 把他的董監事的名單一個一個追 我還打到美國去問這個王守田博士 他是在國內 在全世界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人 那很多人都會被拿來利用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我追到美國去找他 然後呢 包括打電話給那個 打電話給那個 那時候包括楊世堅 你看得到的國內的一些 都在這間公司拿去做選團 可是呢 他裡頭有一個很 很了不起的人 叫王志勤 自尊盟的老大 長姓王 王志勤 王志勤 王志勤喔 你們看他喔 在高齊裡面 建橋大學MBA的人喔 很厲害喔 那以前呢 以前 連我們邱永翰都被他騙 他以前有一個證券公司 叫長姓證券 好 那 你要怎麼樣找到說 王志勤 到底是不是用這個公司 然後他結合當時的 華僑銀行的 退休的一些總經理 一起搞這家公司 那個寫出來的計畫書 讓你美到齁 你很難懷疑這家公司 哪裡不對 那我就一個一個問一個一個問 每個都跟我說他不知道 那 就只好呢 就只好寫了 寫了這一家說齁 就是 這家超導 就是說他們本來要發展的叫超導工業 那 就是寫說 這個 包括你看我找王守田 然後他出生哪裡 找到美國去給他 那就把這家公司呢 大概金周刊嚇死了 就寫倒了 就是你再也沒看到這家公司了 可是呢 買他股票的人多不多 蠻多的 因為他已經 他已經在那個採採 然後在很多的媒體都已經曝光了 而且買的人就是90塊 可是現在是壁紙 現在是壁紙 好所以呢 所以 那也是另外一個案子 那再來有一個案子 那更好玩 這個是調查局的一個太太 她呢 她呢 她說陳旅安 賣安心便當之後 現在要集資去中國大陸 好像蠻不錯的 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說啊 陳旅安 好 結果呢 我就跑到四茂 坐在台下 看陳旅安跟他兒子 在台上演戲 結果呢 大家想說陳旅安 開玩笑 沉沉的兒子耶 當時呢 連整個宿舍都可以捐出去 有沒有 跟趙少康那個糾紛啊 都捐出去 多愛冥捷啊 好 可是呢 這種人也是做壞事 因為呢 她養了一個女人 叫孫春華 那因為呢 這個女人呢 要做很多很多事 所以呢 她也只好搞了一個局 讓大家呢 把錢乖乖的掏出來 好 那所以 所以你知道嗎 她用的還 她用的還 因為她說賣便當嘛 那賣便當呢 她還跟這所謂的連鎖招商 就是連鎖的這個 這個企業合作 然後呢 叫做富裕創投基金喔 還創投喔 那我還要去查說 那你這個創投基金 照理來說 我們的金管會 金管會前身 再不然的話就是交易所 我們的那個什麼 政棋局 政棋會 你總要報備吧 對不對 啊不然的話 我也可以說 各位 我要搞一個富裕基金 各位 一個人十萬 你們要不要投資 那我也在吸金啊 那除非說 你們相信說 我一定不會倒 可是陳呂安會倒嗎 大家一定相信不會 所以錢都拿出來了 好 那我也在台下聽 我就看著陳呂安 跟她兒子 陳冠宇在那邊演戲 好 結果呢 我要去查 查一堆法規 查她的登記 查她的所有的資料 發現說 陳呂安就是在吸金 欸 寫文章寫陳呂安吸金 那也 那也真的是 蠻勇敢的齁 但是陳呂安 從那時候到現在 都沒有來告我 而且她還官司禪身 而且 而且還 最後 把一些被害人找去說 你要不要告她 你要不要告她 找了五個 大家都說 算了啦 算了啦 所以呢 她是檢疫處分 有夠嗎 這就是陳呂安 她是這個 這樣子解套的 好 那陳呂安當時呢 你看我要去全國法規資料庫 找一些相關的資料 然後呢 跟這個 跟她所有的這些科技 這些公司呢 然後 全部通通都查一遍 我也是就是 一個人啦 我也是一個人 然後坐在底下 看她演戲 然後把所有的檔案 所有的該查的網站 查一遍 然後就定調說 你就是在吸金 OK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幾件代表的 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那當然 我也常提一些企業界的 對不對 比如說 OK 比如說在聊到 陳林挺生的家族 那你看 做一個記者做到說 我要把這些人 然後呢 她的大房 二房 三房 三房底下還有誰誰誰 這個叫Family tree 我告訴各位 這個是我做記者最愛的 就是 你要把這些人都搞清楚 那這些人 這些東西 我跟大家介紹一本書 就是 呃 陳柔靖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總統是我家親戚 喔 就是總統的親戚 他改名了 因為他第一本出來的時候 被那個陳正宗喔 他裡頭提到陳正宗 然後他就把他假扣押 所以就改了 改名叫做總統的親戚 那裡頭把所有台灣的至少有 四五十個家族 的這種Family tree 都寫得很清楚 寫到呢 這種剛出生 現在十歲左右的都還有 那他用的是什麼 他用的是什麼東西去寫 他用的是副文 用的是所有家族 所有的這些人的副文 然後去整理 像這樣的一個Family tree 就是家族表 然後都很正確 這是我對陳柔靖 很佩服的地方 我覺得改天 因為他也很台灣心的 他跟他老公廖福順 比較不一樣 一個在TPBS 比較顏色不同 那他呢 是很本土 然後很台灣心的這樣的 非常優秀的記者 所以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也可以就是 我們這個國際地位法學院應該也可以請他來跟大家上課 因為他真的很專業 好 那類似像這樣的這種財團啊家族啊 其實都是可以用這種方式找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之前在查那些黑心的賣油的有沒有 好你看我們那時候在講說 為什麼這塊黑啊 為什麼頂興為家 住14間的這個地堡 還有101的大樓 大家看看那些好處 我那天去參加101的10周年 然後我心裡頭就想說 這棟大樓是台灣的指標 可是呢 落在這家子手裡 心裡頭還是挺不舒服的 那為什麼 你看嘛 他們跟大同買這個油 頂興製油 頂興製油呢 那 資本額不大 大概就只有1000多萬 可是呢 他底下的鼎立開發 這些這些就是持有101的股份的公司 就是 他用這買那種黑心油給大家吃 他才用這錢去買地堡去買101 我們就乖乖那種尖車油 然後呢 當作我們家裡的沙拉油 這個就是頂興為家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查這些東西都是有依據的 都是要從 這些都是我們的官方資料喔 就是政府的 的東西 不是我改變的 都是政府的資料 好 那所以你會看到說 像以前 我在罵那個沈富雄啦 跟趙少康啦 和開公司 都是這樣子 我都是用政府的資料來罵他們 好 那再來這些 如果你是立法委員 你是包括 包括 法官檢察官 大家 大家知道說 我們台灣的手法 其實怎麼這麼厲害 就是記者不認真 我記得 我在對付這些法官跟檢察官的時候 我第一個動作就是去申請查他的財產 因為 我看你 我看你A多少錢嘛 而且呢 我查你現在的跟4年前5年前的哪裡不一樣 那立委也一樣 可是立委呢 因為太多人在注意 立委是媒體都會看那個財產申報書 那這個其實因為網站都可以查 就是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這個 包括政治獻金 然後財產申報這邊都可以查 那網路上就可以查得到了 好 比如說 吳俞申 吳俞申 他從 從台北市政府到立法院 一路的 這個都在這邊 好 那這上面呢 就會有說 他的老婆是誰 然後呢 他的長子是誰 然後 女兒叫什麼名字 那本來 本來都還有一些什麼身分證字號那些 那些因為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都拿掉 好 可是呢 他的土地 他的房子都在這邊 那土地跟房子 你就可以找他的那個所有權狀啦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只要是地震資訊都可以查 那所以你看他就 大安路啦 淡水啦 大概就是這兩個地方 他的財產大概就是在這邊 好 那這是 這都是吳俞申的 我只是舉幾個例子 好 所以 如果是公眾人物 像比如說 法官 檢察官也一樣 我記得有一次我對付那個 最高法院的那個法官 他曾經在淋陽港的時候 當過廳長 他叫白文章 那為什麼我會 我會對他有興趣 因為他本來有一個準媳婦叫陳敏勳 陳敏勳有一天接了 台開的 中華開發的董事長 我就靠白文章 我說 白法官 可不可以跟你聊聊 他不理我啊 卡十通都不知道我 打了十通電話都不理我 我就跑到最高法院的政風寺 去登記說我要查他的財產 因為我要查說陳敏勳 嫁到你家會不會幸福 所以我在申請書上面 我就填個新聞 因為他都要 他都會問你說 你查這個財產是做什麼用 那我是記者 所以我就寫個新聞用 就是我要做新聞 結果我一填完 然後呢就交給正風處的辦事員 十分鐘之後 白文章就打電話給我了 不然都不會在電話喔 很乖 打電話說 玉琛小姐 我們來喝個咖啡啦 我卡十通電話 你都不會在吵啊 就這樣子 然後就乖乖的跟我見面 講他兒子白玉銘跟陳敏勳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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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記者是這樣子 我是公開的 我這不叫威脅 我這叫合理取得 合法管道採訪 我該採訪的東西 結果陳敏勳跟白文章 就是跟那個某人的那個親家 那個也是我寫的 就是說 找到一個新聞 我總得想說 我要怎麼樣才能突破 要怎麼樣才能夠解決 好 那接下來的是法院的 法院的東西很重要 法院 這個是每個人都可以查的喔 當然台灣 我覺得 它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說太早的 十年以上 或他們後來把那個檔案歸檔 但是呢在美國 在美國這個東西是付費查的 就是你要查說 蔡玉珍有多少案件 你把蔡玉珍的名字打下去 蔡玉珍的名字打下去 誰跟我告過 結果怎麼樣 都有 在美國的話是一個案子 你印出來的話 你一筆多少錢 一筆多少錢 就跟你去護證機關 地證機關 調資料一樣 都調得到 我當時也跟司法院建議 可是呢我們司法院的資訊處呢 怕說什麼 什麼什麼 惡度傷害啦 什麼 反正就是 反正這個政府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怎麼跟他們講 對的事情 他們就是不願意這樣做 因為有很多的顧忌 所以後來呢 他後來有很多的檔案 都圈圈叉叉 就是你如果上去看 你如果上去看鄧香妹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的圈圈叉叉 所以呢民間 在民間機構有一個叫法員 法員法律網 他們呢 就把那個圈圈叉叉 都拿掉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 王朝慶 他就不會寫個王圈圈 那你現在 你現在去你看 很多都圈圈叉叉的 比如說這個 當時就的是這樣子 王朝慶 然後呢 所有的案子出來 就是出來之後 就會他跟哪一個公司 有什麼糾紛 像這個就是在新店 佳樂福旁邊那塊土地的糾紛 因為 我去看 因為我看太多這樣的東西了 所以我一看就看得懂 就說 他會求婚 這間瑞鋒建設 在新店 還是什麼事情 後面判決書都清清楚楚的 所以最近有好多 國民黨的那個選舉 像剛剛林曹昕走來找我 他說 他一個競爭的對手 叫做金瑞龍 像新北市的議員 然後呢 他快要被關的 然後拿了一個檔案 拿了一個那個 拿了一個那個檔案給我 他不知道是從哪邊拿來的 然後呢 他就 他就用了一個 就是用葉世文的 用葉世文跟黃景泰的文宣 用葉世文跟黃景泰的文宣 然後說金瑞龍也很差 那就這樣子 就是要把這個金瑞龍的這個 司法檔案調出來 那確實啊 因為 你要對付一個人 知道他幹過什麼壞事 是最簡單的嘛 所以金瑞龍就是那個 在中和事工所辦活動的時候 用假發票去領款領了好幾百萬 在還沒有當議員之前呢 就被判刑18年 然後可是呢 後來還是去當了議員 那現在呢 要爭取連任 就是這樣 就是國民黨裡頭這種人很多 好那可是呢 對手就很不開心 就跟許耀昌不是也是這樣嗎 好那你就要想辦法把他打倒 你想辦法最好是讓他進去關 否則的話 國民黨如果不改法 不修法 人家不溯及既往 那那個是很久以前的案子 你也拿他沒辦法 好可是呢 如果這個人跟你有關係 那這個人你要做行李 你要做事 那你就要看看他的所有的這些判決 像 像我剛講的這個鄧香妹 你看 這麼多的事情喔 什麼張怡華是顧政府的女兒啊 好 你光看這個判決 你光看這個判決書 那 這是鄧香妹喔 這是那個 我剛講的就是圈圈有沒有 圈圈就是有一個男的 有一個被告 他呢 在夜仙堡餐廳 俗稱的星期五餐廳喔 然後呢 認識了女客鄧香妹 所以呢 鄧香妹玩牛郎 這是真的吧 玩牛郎嘛 對不對 不然怎麼回到星期五餐廳 然後呢 結果呢 他 有往來之後呢 就帶這個被告去他的房子 去新家 然後因為他缺錢 跟鄧香妹要錢 那鄧香妹 玩具 他就心生不滿 就把鄧香妹的勞力士手錶 拿去賣 就這樣子 那個內容就這樣子 這個 你們有沒有 你在看那個 你在看那個什麼 看那個連續劇 聖竹爐的連織絕 有沒有 叫做玫瑰同靈眼 這就是極本 所以喔 你如果有幸福齁 你看這些東西 真極本 不錯 就是可以探外快 因為這些判決書 每一個都好精采 台灣有很多的正商名流的這種判決書 都好精采 聖竹爐就是知道 所以他以前都拿這個去 插玫瑰同靈眼 但是喔 後來這麼歡迎說 用嘴比較好賺 所以 他七十歲以後就又跑出來 那不然以前他都用這個 他都用這個在寫劇本 就是你看喔 什麼 然後什麼被 拿去當鋪啦 什麼 這就是很標準的那個 玫瑰同靈眼的情節 因為東西很多 所以我怕我講不完 我先 我先那個 一個鐘頭了 接下來還有很多 包括 比如說政府有很多的公報 然後呢 包括你看喔 這個是 這個是政府的公報裡面的資料 然後台北市政府 孫芸芸芸的車號 你如果 你如果 塞車去違規 去用開法庭 怎麼有一些公報的出來 就是 說你 你的車給幾號 還是說你這台車定義的 是對一間公司 然後呢 被罰款處分 所以我當時在追 我當時在追有一家公司 在這附近叫鼎立工業 他是那個 呃台北市的捐地結稅的最大戶 我就是用他去找到他的車子 再用車子去找他的公司 再用公司去追到他的地址 再跑到龜山來找那家公司 叫鼎立工業 然後追說 他竟然可以接美國 接日本的汽車公司 一年幾十億的生意 所以呢 他在台北市光捐地結稅 公司保留地結稅 第一名 叫鼎立工業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這些都是我追過的案子 那所以呢 你看孫芸芸的車號 然後再來就是內政部 你說像現在啦 什麼重大逃亡名單 像比如說 比如說 我這兩天就把那個張俊宏 打進去 張俊宏三個分的時候 在這樣很激烈 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跟大家道歉 哎呀我全民電通 騙了大家的錢 我很抱歉 然後呢那個 那個南方塑 蔡仁堅什麼 一堆人陪他開記者會有沒有 然後他說 我會好好反省 三月份喔 結果四個找他 找不到人 現在跑去了 台灣呢 很多政治任務就是這樣 沒有 沒有格子 然後沒種啦 就是那種沒有種的人啦 跑掉了啦 就是我們偉大的 當時 欺騙很多台灣人 說要搞什麼電視台 然後搞全民電通 的那個張俊宏 那他現在就是 你只要打 內政部的這個名單 把他名字 身份證打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一堆資料 就是他的被通緝 因為什麼案子 OK 先休息一下 我後面還有很多 因為 因為 我後面還有後半段 包括跟大家講 用這些東西 怎麼樣投資理財賺錢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五分鐘 下課休息五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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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眠 謝謝 謝謝